民進黨已經執政八年了 一般的民主的常態 八年就要政黨輪替 在台中拜關公 發誓要推動政黨輪替 郭台銘二十七號訪美前 還要再到土城 想關公報告 三連新聞獨家掌握 傳出八月開始 藍營議長將協助他 啟動連署 挺郭派陸空站齊八 不只要成立郭家軍YouTube 宣傳連署地點 以及郭董國政願景 也將在高雄鳳山 設立首站連署據點 再招募志工擺攤 全台遍地開花 但八月啟動的連署 其實非正規格式 因為根據中選會的公布時程 9月13號到17號 受理總統被連署人申請 交一百萬保證金 並領取名測格式 才能進行連署 預計十一月十四號前公告結果 只要能夠掌握名測 掌握人數 掌握區塊 那麼9月份他就水到渠成了 可以跟藍跟白來做談判 郭台銘沒松口獨立參選 但日前留言 頭老虎愛中華民國 被認為挑戰大位機率大 好友王金平 雖表態挺國民黨提名的侯友宜 被問願不願出手勸退郭 卻把球丟給黨中央 還沒有這個任何立場 可以去欠退誰 都是應該由黨中央來處理 你怎麼出嫌的 要擲拍照 講郭台銘一定要出來 他們不是吃飽飯沒事幹 要握最大籌碼 郭台銘將啟動連署 作為參選起首室 在藍白鏡河間走自己的路 三連新聞王家宏 郭文軒 台報道